人生 作者 陆瑶 第十四集 这一天晚上 还是在那棵老春树下 当巧真看见嘉琳 还是那么愁眉苦脸时 就主动对嘉琳说 嘉琳哥 你干脆想办法去工作去 我知道你的心思 看把你愁成啥了 我很想叫你出去 嘉琳两只手抓住巧真的尖头 长久地看着她的脸 亲爱的人 她在什么时候 都了解自己的心思 也理解自己的心思 嘉琳看了巧真老半天 才开玩笑说 你叫我出去 不怕我不要你了吗 不怕 只要你活得畅快 我 巧真一下子哭了 紧紧抱住嘉琳 像兔丝子缠在草上一般说 你什么时候 也甭把我丢下 嘉琳下巴搁在她头上 笑着说 你呀 看你这样子 好像我已经有工作了 巧真也抬起头笑了 她抹去脸上的泪水说 嘉琳哥 真的 只要有门道 我支持你出去工作 你一身才能 窝在咱高家村施展不开 再说 你从小没劳动惯 受不了这苦 将来你要是出去了 我就在家里给咱种自留地 抚养娃娃 你有空了 就回来看我 我农闲了 就和娃娃 一搭理来和你住在一起 嘉琳苦恼地摇摇头 咱们别再瞎盘算了 现在要出去找工作根本不行 咱还是在咱那农村好好打主意 你看你 胳膊凉得像冰一样 小心感冒了 夜已经深了 咱们回 他们像往常一样 相互亲了对方 就各回各家去了 高嘉琳进了家门 发现高明楼 正坐在他们家抗兰石上 和他父亲拉话 见他进门来 他父亲马上说 你到哪里去了 你明楼叔等了你半天 高明楼对他咧嘴笑了笑说 也没什么事可 家里 咱这农村意识就是落后 你好心给水井里放了些漂白粉 人还以为你下了毒药呢 真是些鱼目脑挂 他父亲笑嘻嘻地对高明楼说 全凭你了 要不是你压茬 那一天早上肯定要出事呀 他母亲也赶忙补充说 对着嘞 咱村里的事就看他明楼书拿嘞 嘉琳坐在脚地的板凳上 也不看高明楼说 也怪我 我事先没给大家说清楚 高明楼吐了一口烟说 事情已经过去了 再不提了 过两天 两个组都抽几个人 把水井整修一下 把石烟再往高垒一些 哎呀 不整修再不行了 我前一个月看见一头老母猪躺在里面洗澡了 他两个手指头把纸烟把子捏灭丢在脚地上 我今黑夜来是想和你商量个事 是这 咱准备到城里拉一点毛粪 好准备种卖 后组里正出地 人手抽不出来 准备前组先去两个人 我考虑了一下 想让你和德顺老汉去 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啊 嘉琳没说话 他父亲赶忙对他说 你去 你明楼叔给你寻了个苦青营生嘛 晚上只拉一回 用不了两三个小时 白天一天就歇在家里 网店大家都抢着去做这营生嘞 高明楼又掏出一根烟 在煤油灯上吸着 看着低头不语的嘉琳说 你大概怕城里碰上熟人不好意思吧 年轻人爱面子 其实晚上嘛 根本碰不上 高嘉琳抬起头 只说了两个字 我去 明楼一看他同意了 便从抗篮石上下来 准备起身了 高玉德慌忙赤脚片溜下炕 同时嘉琳他妈也从造火割烙里撵出来 准备送书记 高明楼在门口挡住他们 然后对后面的嘉琳说 你大概还不知道 拉粪去的人还是老规程 在城里吃一顿饭 钱和粮由队里补贴 今年还是巧真去做饭 城里他宜家有一孔空药 高嘉琳点点头 恩了一声 高玉德一听是巧真去做饭 嘴张了几张 结结巴巴说 明楼 做饭苦轻 最好去个老汉 巧真年轻 现在劳动正繁忙 后组的地还没出完嘞 高明楼想笑 又没好意思笑出来 他对玉德老汉说 还是巧真去合适 城里做饭的姚是他姨家的 生人去了 怕不方便 说完 就宁转身走了 德顺老汉和嘉琳 巧真 在村对面的简易公路上 套好架子车 已经临近黄昏 远远近近都开始模糊起来了 对面村子里 收工回来的人声 和孩子们的叫闹声 夹杂着正在入眷的羊的咩咩声 组成了乡间这一刻 特有的热闹和骚乱气氛 德顺老汉 一巴掌在驴屁股上 打掉一只牛蒙 过来把草垫子放到车员上说 甭怕臭 没臭的也就没香的 闻惯了也就闻不见了 他走到前面车子旁边 从怀里掏出一个扁扁的酒壶 抿了一口 鬼秘的对嘉琳和巧真一笑 你们两个坐在后面车上 我打头 要生灵我是老把式了 你们跟着就是 现在天还没黑 两个先坐开些 他得意的眨眨眼 坐在了前面的车员上 后面车上的嘉琳和巧真 被德顺老汉说得很不好意思 也真的别别扭扭 一人坐在一个车员上 身子离得很开 德顺老汉嘚一声 毛驴便迈开均匀的步子 走开了 两辆车子一前一后 在苍茫的暮色中 向县城走去 德顺老汉在前面 又抿了一口酒 醉意便来了 竟然张开 祸牙漏气的嘴巴 唱了两声信天由 哎哟 年轻人看见年轻人好 白胡子老汉不中用了 嘉琳和巧真 在后面车子上 逗得直笑 德顺老汉听见他们笑 摸了一下白胡子说 哎呀 你们笑什么嘞 真的 你们年轻人真好 少男少女亲亲热热 我老了 但看见你们在一块 心里也由不得高兴啊 嘉琳在后面喊 德顺爷 你一辈子为啥不娶媳妇 你年轻时候 谈过恋爱没 恋爱 哼 我年轻时候比你们还恋得爱 他又抿了一口酒 周尔脸上泛起红潮 眼睛眯起来 望着东边山头上刚刚升起的月亮 不言喘了 驴儿打着响鼻 蹄子在土路上嘚嘚地敲打着 月光 迷迷迷蒙蒙 找出一川泊沫似的庄稼 大地沉寂下来 河道里的水声 却好像长高了许多 大马河隐没在两岸的庄稼地之中 只是在车子路过石边石崖的时候 才看得见他波光闪闪的水面 高嘉林又在后面问 德顺爷 你说说你年轻时候的风流氏吗 我不相信你那时还会恋爱嘞 他朝身边的巧真做了个鬼脸 意思是对他说 我激老汉嘞 德顺老汉终于忍不住了 抿了一口酒 说 我不会恋爱 你爸才不会嘞 那时我和你爸 还有高明楼和琉璃本的老子 一块给刘国璋板工 你爸年龄小 人又胆小 经常鼻涕往嘴里流泪 硬是我把你妈和你爸说成的 我那时已经二十几岁了 刘国璋看我心眼还活 农活不忙了 就打负我腰生灵到口外去 驮盐 驮皮货 那时我就在无定河畔的一个歇脚店里 结交了店主家的女子 成了相好 那女子叫个灵转 长得比咱县剧团的小蛋都俊阳 我每次赶声灵到他们那里 灵转都计算得准准的 等我一在他们村的前边上出现 他就唱信天游迎接我来 他的嗓音真好啊 就像银铃碰银铃一样好听 唱什么歌嘞 巧真插嘴问 听我给你们唱 老汉得意的头一拐 就在前面最新的唱起来了 走偷偷的那个骡子哟 三盏盏的灯 带上了那个铜铃子哟 哇哇的声 你若是我的哥哥哟 招一招手 你不是我的哥哥哟 走呀走你的路 老汉唱完 长长吐了一口气 说 我歇进那店就不想走了 灵转背着他爸 偷地给我吃羊肉扁食 瞧面合了 一到晚上 他就偷偷从他的房子里溜出来 摸到我的腰里来了 一天两天 眼看时间耽搁的太多了 我只得又赶着生灵 起身往口外走 那灵转常哭得像泪人一样 只把我送到五顶河畔 又给我唱信天游 大概唱的是走西口吧 对不对 嘉林笑着说 对着嘞 说着 老汉又忍不住唱了起来 他的声音是沙哑的 似乎还有点哽咽 并且一边唱 一边吸着鼻涕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实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你到大门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送你走 有几句知心话 哥哥你挤心头 走路你走大路 万不要走小路 大路上人马愁 小路上有贼寇 左船你左船后 万不要左船头 船头上风浪大 操心吊在水里头 日落你就安生 天明在等城 风寒路冷你一个人 全靠你自操心 全靠你自操心 哥哥你走西口 万不要交朋友 交下的朋友多 你就忘了奴 有钱的是朋友 没钱的两眼丑 哪能比上小妹妹我 天长日有酒 得顺老汉上气不接下气地唱着 到后来已经曲不成调 变成了一句一句的说歌词 说到后来竟然抽抽搭搭哭起来了 哭了一阵 又黑黑笑出了声 说 哎呀 把她的 这是干甚来 老呀老了 还老得这么不正向 苦鼻流水的 惹你们娃娃家笑话来 巧珍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靠在了嘉琳的胸脯上 脸上静静地挂着两串泪珠 嘉琳也不知什么时候 用她的胳膊搂住了 巧珍的肩头 月亮升高了 远方的山影黑油油的 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路两边的玉米和高粱 长得像两堵绿色的墙 车子在碎石子路上撵过 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路边茂密的苦爱 散发出浓烈清新的味道 直往人鼻孔里钻 好一个夏夜呀 德顺爷 灵转 后来干啥去了 巧珍贴着嘉琳的胸脯 问前面车子上 黯然神伤的老汉 德顺老汉叹了一口气 后来听说他让天津 一个买卖人取走了 他不依 他老子硬让人家引走了 天津啊 那是到了天尽头了 从此 我就再也没见我那心伤的人 我一辈子也就再不娶媳妇了 娶个不称心的老婆 就像喝凉水一样寡淡无味 乔真说 说不定 灵转现在还活着 我死不了 他就活着 他一辈子都揣在我心里 车子拐过一个山毛 前面突然亮起了一片灯火 各种建筑物 在月亮和灯火交织的光气里 隐隐绰绰地显露了出来 县城到了 德顺老汉摸出酒壶 抿了一口 他手里虽然不拿鞭子 也还像一个 妖生灵出身的把式那样 胳膊在空中一抡 对 两辆车子轻快地跑起来 驴蹄子嘚嘚地敲打着路面 拐上了大马河桥 向倩城奔驰而去 长篇小说人生 作者陆瑶 演播阳辰张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